1994年由金凯瑞和杰夫·丹尼尔斯主演的喜剧片《阿呆与阿瓜》 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无数观众和影评文喜爱 时隔近20年后 这部喜剧片的续集即将再次登上到一幕 影片主演及制作班底将悉数回归 在电影《阿呆与阿瓜》中 由金凯瑞和杰夫·丹尼尔斯分别饰演的劳埃德和哈里 二人心地善良 处事单纯 他们为了将一个手提箱挥还给由劳林·霍利饰演的摩登女郎 踏上了一段充满有惊无险经历的开心旅程 《阿呆与阿瓜》1994年上映后 以1600万美元的小成本豪夺2.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